眼前这对愤愤不平的母子是周伟和她的母亲 面对身患绝症上门要前老父亲 母子俩一份填膺 一分钱也不愿意出 一个月前64岁的周泽民被检查出患上了胃癌 但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妻子许英美却拿走了她用命换来的十万块 还把她赶出了家门 现在老年孤苦的她独自一人生活在老房子里 身体虚弱 面容憔悴 周泽民告诉记者 从发现胃癌到现在 妻子和儿女们不仅从没看过她一次 甚至连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 如今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地步 原来去年7月周泽民出了车祸身受重伤 当时肇事者赔偿了9万块钱 加上自己的1万存款 一共是10万块 不仅如此 周泽民还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女儿周灵 更是发来了脱离妇女关系的协议书 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为了了解情况 寻情小组前往周泽民儿子周伟的住处 打算一探究竟 眼前这个打扮朴素的女人就是周泽民的妻子许英美 看到记者的到来 许英美说自己和周泽民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就离婚了 所以并无照顾她的义务 而得知父亲到来 此时儿子周伟也从房间走了出来了 看到父亲的到来 周伟并没有多看父亲眼 只是冷冷地将单位给他1000块慰问金人给了父亲 不难看出父子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 听到周泽民说自己对他不管不顾 周伟恼羞成怒指着父亲反驳 周伟告诉记者说父亲住院动手术 自己因工作繁忙 没能陪护左右 但这期间自己趁下班的时间是曾去看望过三次的 听到这周泽民却不乐意了 周泽民说儿子的确有去看望过 但他一分钱没给 更无照顾之意 这根本就是迫于身份不得已而为之 听到父亲这样说 周伟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哭 在他看来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而自己已经山穷水尽 实在掏不出来了 当记者提到对于双方关系为何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时 许英美说这一切都是周泽民一手造成的 他在江西去了车后 我们全家的人 儿子女儿 女儿吃了狗 儿子亲家 他不是一个妈生姐 我去不了了 我去不了女人在一起 我去不了了 面了三十多年的感情 看到我女人都得上不去 我跟他饿好了 我跟他饿好了 一年了 将近一年了 八月份 八月份他要走了 许英美说周泽民2007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家 而这一走就是八年 八年来他跟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 否认儿女身份 无视夫妻关系 去年七月 周泽民在江西发生了车祸 八年不曾联系的许英美得知了消息 念及三十多年的夫妻情 依旧是带着一双儿女前往江西照顾 之后病情好后 他更是将周泽民接回了家疗养 可十个月过去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周泽民身体刚一恢复就提出了离婚 还再次狠心离开了这个家 原来周泽民离家前就经常夜不归宿 随后各种风言风语传入了许英美的耳中 考虑到丈夫是国企之功 自己也是好面子之人 许英美并不想将此事闹大 只想等丈夫解释清楚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周泽民非但没做解释 反而还直接和外面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 从此不再回家 那时的许英美觉得伤心的同时 更多的是绝望 深知挽回丈夫无望 她也不再纠缠 一心跟着儿子安度晚年 可安逸的日没有几年 去年七月份 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 便将她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打破 许英美说 周泽民出世后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而是一个与她相好的女人 自己找上门求助的 得知此消息 许英美和家人连夜前去救治 可谁知昏迷苏醒后的周泽民 却突然翻脸不认人 扬言自己只认识外面的女人 这让母子三人极为不悦 但即便如此 想着为了儿子女儿 许英美当时也并没有在深究 还是将她接回了家疗养 可康复后周泽民不但不心存感激 却反而提出了离婚 许英美想到自己年岁以大仕途劝说 可周泽民却依旧坚持要离 最终年过六旬的夫妻俩 在周泽民的折腾下终于协议离了婚 离婚以后 还没一个月就发生了 事实上 胃癌是在离婚后半个月才发现的 当发现胃癌时 孤独和无助感朝周泽民猛烈袭来 此时失去所有的她 才突然感觉到妻子和家庭 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现在除了周和泡饭 周泽民已经吃不下别的食物 每一顿三两口就算了事 再也吃不尽更多 如果继续下去 谁也不知道周泽民会在哪天突然倒下 第二天周泽民因为胃痛男人被送往了医院 从发现胃癌到现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次来医院治疗都是周泽民独自一人 他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医生告诉记者在放化疗治疗下 一般中晚期胃癌病院 五年存活率可以达到10%到30% 所以对周泽民来说 治疗很有必要 可想到医药费 周泽民却有些为难 周泽民告诉记者自己每月只有2500元的退休工资 因为无人照顾 请护工需要花费1500元 所以剩余的钱根本不够治疗费 他希望记者能够帮他要回备前妻和儿子拿走的的10万块 随后为了帮周泽民解决此事 寻情小组单独找到许英美 对于钱的是许英美解释 9万赔偿款的确由他保管 但在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协商好 房子归周泽民所有 9万赔偿款中的一半作为补偿给许英美 剩余45000元已经给了周泽民 那既然如此 作为儿子的周围 是否愿意承担父亲的医药费呢 对于父母之间的恩怨 周伟直言他并不想多管 但是父亲之前一再否认父子关系 连儿子出生都没有来看望 这让他心中对父亲颇有意见 此时的周伟万分委屈 他告诉记者自己10个月的细心照顾 换来的却是父亲的指责 而之后周泽民总觉得儿女有所企图 这让周伟更加不敢轻易接近父亲 当寻情记者以父亲为由 让周伟尽尽到赡养的义务时 周伟却以工作繁忙没有假期为由 不愿去看望父亲 更不愿意拿钱给周泽民治疗 回到家 周泽民说自己做出了背叛婚姻的行为 这一点的确是他的错 对此他也心怀愧疚 回忆过往周泽民悔不当初 人到晚年又身患绝症 这时的周泽民对亲情的渴望愈加强烈 加之前面八年在外生活 他的内心极度孤独 为了帮助眼前这个可怜的老人 随后寻情记者找到周伟的领导和单位工会同事 希望他们帮忙劝说周伟 周伟的领导告诉记者 原来周伟因为父亲这几年的折腾 几年前妻子也和他协议离婚 加之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所以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内心 而周泽民居住在儿子家里期间 周伟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却被父亲认为是故意为之 对于周泽民生病儿子没有拿钱 周伟的领导表示他现在既要抚养儿子 又要善养老母亲 确实是能力有限 可如果真是如此 周伟能跟父亲好好解释吗 工会同事试图劝说半个小时后 周伟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 他答应跟父亲好好谈谈 周泽民虽然未将对不起三个字说出口 但言语之间带着歉疚之意 他像个孩子一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儿子 希望能取得儿子的谅解 看到父亲如此 周伟又一个字都说不出 父子俩相对而做一阵沉默 我恰恶我先我就是在这个病了 我不在这个病了 我也找你我妈 谁知我都不认识 老婆那你说 老婆你 你先该在你该在 我现在发疗 此次来找儿子 周泽民并非要住到儿子家里来 他跟许英梅已经离婚 他能理解儿子家在中间着实为难 他只是希望儿女们更关心他 气挂他 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终于在大家的劝说下 周伟同意每个月给父亲支付500元生活费 500虽然不多 但周泽民知道这是儿子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这已经足够了 最后周泽民要走了 临近饭点周伟叫住了父亲一起吃饭 父子本无隔夜愁 本已出门 周伟记挂父亲喜欢喝酒 又折回去倒上一壶酒带往饭店 由此可见 他的心里父亲的位置从未改变 来到饭店 听到父亲什么都吃不了 周伟一阵心酸 他没有想到父亲现在的病情 已经严重到了无法正常进食的地步 此时他的脸上略过一丝悲伤 随即立马转身去买粥 其实对于身患绝症的老年人 很多时候 其实他们深知治疗无望 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希望 得到后辈和亲人的关爱和关心 无论长辈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 在生死弥留之际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被原谅 作为子女 应该从生活和心理上关心他们 给予自己足够的能力和爱 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程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